好 网友玲玲说什么是盛音 盛音就是东太平洋这个海水升温 而且这样的现象一次可能会持续2到7年 所以当然也会对我们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潜水人说又宣女神是昌哥的接班人 其实这个昌哥现在还是我们的气象顾问 也非常专业每天提供我们气象星知 大家可以上TVBS新闻网 都可以看到昌哥对于每日天气非常详细的分析 那个阿伯说增稳水库只要在10月前有70%固容 就可以让南部用到隔年的梅雨季 哇 那现在真的希望雨可以持续的下对地方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我们知道卡路台风这一次呢 造成南投仁爱乡的灾情可以说是非常的严重 包含很多游客非常喜欢去的奥万大森林游乐园呢 它里面的小木屋呢都被土石给冲垮或者是受损 预计目前可能要休圆两个月 直升机空拍看灾 南投仁爱乡通往 澳万大森林游乐区沿路都是土石崩塌 路基掏空 道路几乎中断无法通行 除了头83线道路中断 桥梁也被土石冲刷严重毁损 上头还卡着大型的漂流木 园区内的步道也都被冲断 小木屋 厕所等设施都被泥石流淹没 部分设施还只剩下屋顶漏在外头 几乎无法使用 是南洋溪桥被冲回 瀑布区的一个步道也毁损 另外区内的山庄 还有小木屋 有一些泥流的一个淤积 林游乐署勘察灾情后决定暂时官员 预计维修时间 需要两个月以上 而上一次奥万大受灾严重 需要官员正是2008年 新乐客台风光是当时 整修就花了足足9个月 下了超过重现起200年以上的豪雨 这样的降雨规模 远大于一般台湾山区工程 重现起50年的设计标准 新大水土保持学系主任表示 卡努台风期间降雨 创下重现起200年来最强记录 虽然让人爱相受在严重 但幸好近年随度保持加强 也让灾害没有再持续扩大 TV新闻陈家贵 南投采访报道 好观众朋友 完美世界 完美世界说 圣鹰台风都比较凶 的确 卡努前一个台风 杜苏瑞台风 大家不知道他有没有印象 他离开我们之后 就朝中国大陆的福建 来登陆了 当然也为了 为北京还有河北 带来非常强的降雨 河北淹水的状况 现在洪水慢慢的退了 但是民众就发现 这个积水的地方 怎么好像在冒泡 看起来就像水竹滚一样的状态 真的所谓是天降奇观 另外包含像是在云南昆明的滇池 最近也有非常多的鱼 跃出这个水面 大家也觉得非常新奇 云南天池 不断有大量的白链鱼 跳出水面 形成了一道白链跳龙门的奇观 游的直接跳到了游艇上 就这样昨天 早上是点 昨天全都在跳啊 在这 天也在跳啊 但是没昨天跳的平凡 这游客坐着 船一身手 一定跳手上 云南昆明政府 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只表示快艇进出平凡 以及排水处 可能诱发了 鱼群聚集缺氧 而出现了鱼药现象 它的影响的因素比较多 比方说天气闷热啊 缺氧啊 等等一些因素 像这种暴雨天气 来临之前 就是鱼儿跳这种 它也是一个特别 特别明显的干扰因素 另外河北保定了 洪水退去后 民众发现积水处 在冒泡 镜头转到北京门头沟 洪水退去后的河床 简直是汽车坟场 被洪水淹没的车辆 惨不忍睹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 施工救援队 正在将河道里的车辆 进行调出 那么在我的身后啊 已经是调出了 大概12辆的车辆了 那我们从这些车辆的 外形来看 几乎全部都已经变形了 并且呢 有90%的车牌 都已经丢失 这次涉及的北京 30多家保险公司 每一家都开通了 专门的柜位 负责大量理赔事宜 我们现在接到的报案量 大概有4000顶 赔款的金额呢 应该已经超过了一个亿 另外河北高碑店 千年古寺开善寺 被大水淹没 当地的文保所所长 多次游泳前往 查看寺庙的受损状况 由于该寺庙 是辽带的木建筑 本来就是重点文物 水灾后的保护 更加引发关注 TVB的新闻 谢贤熙 陈向如综合报道 好 那么其实除了 杜苏瑞台风 接下来卡努台风 恐怕又会对东北 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也请到 我们的资深特派记者 陈向如 来帮我们解说 善如姐好 信仪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那我们看到说 这个卡努台风 目前呢 预计有可能会往 这个东北吉林 这个地方来前进 有可能会造成 10号到12号 吉林省东部还有南部 会有所谓的暴雨 那么目前中国国家 防总办公室也说 吉林跟黑龙将两省 抗洪的压力虽然是比较大 但是在防汛救灾 依旧是不是那么乐观 的确大家就怕 河北的状况 再度又重现了 我想要请教 向如姐 目前卡努台风 对于东北的影响如何呢 没错 现在的话呢 大陆的中央气象局呢 他们就预报了 从10号的白天开始 卡努的外围云系的话呢 会开始影响到了 大陆东北的吉林 跟黑龙江的交界处 那么主要的降雨时段呢 会是在10号的晚间 一直到12号的白天 最大的降雨量呢 应该会有 120到180毫米 另外的话呢 受到卡努台风它带来的这个风雨影响 预计黑龙江大多数部分的地区 还有的吉林的东部都会出现了大雨 局部地方甚至会有好大雨 是那我们知道这个黑龙江武藏大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如果淹水之后 他现在是不是很惨 因为我们知道杜苏瑞其实也对他有一定影响嘛 武藏大米的产区啊 非常的严重哦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 武藏大米他们现在的话呢 正在进行一个那就是抢救战哦 不只投入了这个专家 还投入了科研人员 为什么呢 因为上一个台风杜苏瑞 他北上以后呢 从8月2号开始就对于黑龙江的武藏市这个地方呢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他同时也是武藏大米的主要产区哦 好那大家都知道 其实东北地方他的黑土地对于种植出来的 不论是稻米或者是玉米类的 通通品质都会非常的好 也深受大陆民众的喜爱哦 武藏大米基本上呢 你如果是到了大陆的超市里头的话呢 他都会有 而且呢 他的品质呢 会比较好 好那现在的话呢 因为你连日多雨 稻米的话呢 他长时间泡在了水里头 而且呢 他的这个水啊 不是一般的深耶 他是基本上都已经把那个稻米整个灭顶了 那现在的话呢 主要产区的稻米大面积的受灾哦 而且现在的话你知道吗 稻米现在正处于什么时期你知道吗 抽税的开花期 未来的话呢 他会进入到的是稻米的水稻灌浆期 那灌浆期之后的话呢 就会形成了产量的重要时期 那你泡水以后呢 基本上呢 你的这个稻米的节税率就会降低 好就会产生很多的空包蛋嘛 再来的话呢 如果你的页面会有太多的淤泥 也会阻碍它的光合作用 还有的话呢 就是水稻它基本上呢 你如果泡水以后它会倾倒吧 那你必须要赶快把它扶正 否则的话呢 它的根性没有办法往下扎的话 那对于后续的产量 通通都是很大影响 的确哦 这个农民会觉得 哎 有点压力大哦 那这个潜水人跟上儒姐姐问好 上儒姐好 嗨 大家好 好那这个飘飘然说 稻米淹过水之后应该就会烂掉 的确刚刚就像上儒姐姐讲的影响 真的还蛮大的哦 那么其实除了东北之外 大家还记不记得北京受到 杜苏雷台风的影响 淹水之前状况也是非常的严重哦 我们看到呢 在杜苏雷台风清洗的期间 北京特大暴雨也造成淹水的状况 这一张图就看起来非常的惊险哦 他们目前统计呢 截至到8月8号晚上12点为止 已经有33人死亡 而且其中有5人是因为救灾而殉职的 还有8人是失踪的 另外也统计了有5.9万间的房屋 倒塌14.7万间严重的受损 而且还有22.5万亩的农田来受灾哦 所以想要请教向儒姐 我们看到这个受灾的状况这么严重 接下来后续的清理跟理赔的状况如何呢 没错哦 而且你知道吗 刚刚的时候啊 你提到的这一些 不论是33死18人失踪 这通通都只是目前暂时的数据 因为他们说呢 还有很多的财产损失呢 还正在统计当中哦 那我举一个例子 例如说像北京的门头沟 他们的区委书记就讲到说了 这一场啊 可以说是对门头沟来讲 是一个罕见 历史罕见的极端豪大雨 也可以说呢是他们有史以来呢 破坏程度最强 受灾范围最广 以及呢 经济损失最大的一个自然灾害哦 那如果以门头沟来讲的话呢 77%的区域呢 基本上或者是 不对对不起 77%的总人口哦 全部通通都受到了水灾的影响 那除了门头沟以外 还有北京的房山的区委书记 他也说了 房山市呢 这一次的话 哇也是人才 人员还有这个财产 损失非常惨重的一个区域哦 那现在来讲的话呢 全北京这一场暴雨的话呢 平均的降雨量331毫米哦 而且很多地方呢 基本上都破了历史记录 那现在的话呢 水退下去 这是北京的部分了 水退了以后呢 他们就开始进行了 刚刚欣盈你说的财产损失 像刚刚的时候呢 前面的画面就可以看到了 在北京的郊区河床上面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汽车坟场 哇所以我的汽车 你能想象有多惨 它就是有多惨 而且它已经不成车样了你知道吗 它基本上呢就是有的是被压扁的 然后有的人呢是车头不见的 有的人呢是有的是 就是被销成了一半的 对所以的话呢你知道吗 现在北京的话呢 有30家的保险公司 它现在呢开通了柜位 而且呢线上是24小时 因为量塞太大了 对所以的话呢 他们就必须要去处理 那现在初步哦 一家保险公司目前接到的这个理赔金额 是一亿人民币 这是一家而已 一家而已 一亿人民币 所以看起来这一次造成这个灾情真的非常严重 尤其刚刚讲到汽车坟场 我觉得我们很难去想象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像这个完美世界完美世界书33人死亡 的确就像刚刚像我姐讲 这只是目前初步统计的部分 还不是真的最后的一个数字 所以当然我们也持续的为他们祈福 希望他们可以度过这一次的难关 那我们转换个心情 来看一下稍微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TFBOYS呢 如果知道的话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讨论 就是画面上这三个非常帅气的小男生 真的是小男生因为他们才20出头岁而已 他们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呢 在西安来举办十年之约的演唱会 这个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挤爆了整个西安 甚至还有粉丝昏倒被抬走 但是他们创造的经济效益非常的惊人 光是周边的经济效益观光等等 就有高达4.16亿人民币的收入 折合台币是18亿相当惊人 你让我想不完美的勇气你说能用的 不完美的泪你小心擦干 王俊凯 王源 易烊千玺排坐演唱 这首不完美小孩让不少台下粉丝都听哭了 TFBOYS十年之约演唱会 6号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登场 入场人潮急报跟蚂蚁一样 或许是吸不到空气缺氧 还有粉丝晕倒被抬走 推击狂奔画面曝光让不在场的人都看少 但让人惊讶的 还有这回TFBOYS带来饭店旅游和交通消费的经济效益 高达4.16亿人民币 折合新台币约18亿元 TFBOYS演唱会带动8月5日 6日西安酒店整体搜索量增长超800% 订单环比翻倍 当地景区门票预定量增长超38倍 根据西安发布报导 这回TFBOYS演出的观众 外地购票用户占比达83% 5号到6号大约有1000架飞机飞往西安显阳机场 或许全都是要抢看偶像 举优酷8月6日晚发布的战榜 演唱会直播预约人数超200万 线上观看人数峰值破168万 直播互动量1.04亿 即使观众全部购买的都是39元套餐 优酷也至少进账6552万元 演唱会当晚有大陆网友戏称是娱乐圈过年 饭店几乎都是全满状态 果然就跟路门用的词汇一样 一场演唱会带火一座城 TVBS新闻消音场 循庆台北报道 好那么自言之语说 跟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我们这就要请教向如姐 向如姐是非常熟悉这首歌的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左手右手慢动作重播 这首歌带给你快乐 你有没有爱上我 哇呆厉害 太专业了 这个我没有办法 很厉害哦 我们想要知道说我们刚刚看到这个TFBOYS真的是非常好 而且他们年纪非常的小才20出头 所以我们刚刚说他们2013年成立到现在10年 所以今年是他们所谓的10年之约 有多夸张 他们的门票喊到50万人民币 而且还是前五排第一排炒票天价要价200万人民币 我觉得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最夸张的是什么 他们这个体育场演唱会外面呢 连大树都被黄牛给占据 你要看他们可以爬到树上 这个要收费哦 如果另外要有望远镜还有保险还要另外再算钱 我觉得这真的太夸张了 就像这个Lonely Grey问说这个男团怎么可以这么红 这也是我想要请教向武姐的大陆这么多的偶像团体 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为了他们跑去西安 为了他们这么疯狂愿意为了他们花钱买票呢 对啊 欣宇你知道吗 Tier Boys他其实全名叫什么你知道吗 他叫做The Fighting Boy 他的中文就叫做加油男孩 那你看这些年轻的小伙子啊 他们其实呢是2013年出道的 换言之他们出道的时候呢 其实才12岁或者是13岁 10年之后的现在他们也不过22岁 或者是23岁而已 对非常的年轻 那不只是大陆这一边的话 其实呢全世界呢在疫情过后的演唱会呢 其实都出现了非常的疯狂 整个市场呢根本就是哇 凸显出了各国人群的对于群聚的心理 好那我们现在举个例子 我们先不要管Tier Boys在陕西西安的话 来看一下美国流行天后泰勒斯 他呢10个5年再度开上 他在北美52场的演唱会 200多万门票通通通被抢购一通 超疯狂还有那个泰勒斯地震 对啊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好那我们再来看哦 美国的商业智库他就估计了 巡回演唱呢在美国会产生了46亿的消费支出 46亿这其实相当于35个国家的GDP总量 对啊我们再看近一点的 张学友他上个月的时候呢 在新加坡的演唱会 原定6场将近5万张的门票 不当三小时全部通通都卖光 娱乐公司呢就疯狂的再追加 5场加到了11场 人家是场场爆满哦 好那刚刚的时候呢 你提到了为什么Tier Boys 为什么会这么的红哦 首先的话呢你知道吗 他们在这10年当中所累积的粉丝量 他们现在的话呢 每一个基本上在微博的粉丝量呢 都会破8000万 8000万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呢 讲一句比较怂个我来的 他叫做化嘴的跟党 对对对对 太有力 坑枪有力的一句话 那这个刚刚威廉说向儒姐姐送福利 对我们真的是大饱耳福哦 谢谢向儒姐 谢谢大家没有因此而关掉 对没错 这个造性是说什么时候 我们才可以有这样子的流量 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像他们一样 有这种1.04亿的观看哦 请大家持续帮我们这个带人气进来哦 那我们刚刚看到说这个 Tier Boys真的带来非常可观的这个 现金的经济哦 可以说是行走的GDP哦 怎么说呢 我们看到因为大家为了看他们演唱会哦 他们6号到7号 6号举办的演唱会 结果呢他们这个过夜的客人哦 就是看他们演唱会过夜的有79.73% 平均停留2.36天 省外的民众有81% 大部分有48.34%都会参观景区 所以可想而是还会有额外的门票收入 所以带动了4.16亿 折合台币18.35亿 所以我们想要请教向儒姐 我们知道其实最近中国大陆可以说是 经济疲软 但是看起来好像演唱会市场 完全不受到这个方面的影响 周杰伦7月开市场演唱 后来在海口就带来10亿的旅游收入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好惊人哦 对他们就有一句话就讲说呢 我也有疯狂的粉丝啊 我这个城市才欢迎你啊 为什么呢你知道吗 因为呢 首先你有疯狂的粉丝以后呢 你才会真的千里迢迢追到了他们这个城市 还有他可以实现的是城市的经济效益 再来的话呢 就是流量明星的口碑 带动的是粉丝的追星 这三者共赢啊 换言之呢就是明星他有了他自己想要的这个流量 粉丝呢看到他自己的偶像 而当地的这个城市呢 他也获得了他该有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实力哦 对所以的话呢 这一次Tierboys你知道吗 网友说什么你知道吗 上一次啊 西安这么乱啊 是安史之乱你知道吗 对 我觉得快要笑死了 然后还有网友就说了 现在就算秦始皇出来了已经统一不了了 Tierboys三家粉丝 对那真的是他们的粉丝真的非常疯狂 我们刚刚从那个画面上也有看到他们推挤 非常为之整个人感觉好像疯掉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的样子哦 我们看到说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红呢 有专家分析说其实全靠六个字 哪六个字 天时地利人和哦 真的是不容易哦 因为当时其实2013年的时候 他们为了要抵抗所谓的韩流 就是韩国的流行文化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他们所谓叫养成系偶像 养成系偶像就是说 你要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养成 让粉丝有共同跟你一起成长的这一种感觉 而且当时大陆的娱乐才刚刚崛起 现在呢他们也才20出头岁 非常的年轻哦 刚刚这个小阴线男友说 为啥我23岁的时候没人叫我男孩哦 你是大男孩啦 所以不要难过 想要请教向如姐哦 他们这个六个字 但是接下来真的还可能会再有TFBOYS吗 这六个字好像很难在同时达成 对不对为什么呢 好没错哦 你知道吗 TFBOYS他们呢 这个出道是在2013年 那大家回想一下10年前的时候 哎没错哦 你的那个这个iPhone手机 或者是Android系统的手机呢 是已经问世了 但是那个时候呢才刚刚开始 然后呢大家呢对于网路上面这么24小时 就就这么及时的才刚刚开始去适应他 或者是呢用他来进行一个财富的滚存哦 好那那个时候呢他刚刚他们刚出来的时候呢 大家就会觉得说哎这好像还蛮有趣的哦 就开始从那个手机上面开始去追星 对 而且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呢是爸爸妈妈会认为说哎他们是学霸 其实他们的功课还不错哦 所以呢爸爸妈妈会觉得说嗯这个小朋友很好 偶像很好 所以家里的小孩呢就会跟着偶像一起在家念书 正面的 对是正面的 所以的话呢爸妈呢就不反对家里的小孩跟着一起去追星 甚至你知道吗 TFBOYS曾经来过台湾 我知道他上过康熙来了 他们对对对没错 那个时候的话呢 我有在那一场的那个拍摄机现场 对我就跟着他呢 我就跟着所有的粉丝到了桃园机场 然后你知道吗就是那时候你就可以看 因为那一天的时候其实不是周末家人 隔一天还要上课 所以的话呢就是小朋友呢 他们就是坐在找一个地方 晚上就坐着晚上就睡着 然后呢就在那边写功课 妈妈呢就在那边帮他们删风这样子 然后呢等到那个TFBOYS从那个 那个机场内部走出来的时候 小朋友就开始哇 然后呢妈妈就要开始帮小朋友说 不要不要被K到了 宝贝小孩这样子 然后你知道吗 现场还有很多的年轻人 我所谓的年轻人也许你会觉得说是大学生 不比大学生年纪更小 国中高中 他们呢因为你看他们的打扮就知道了 他们是拉着行李箱 干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抵达landing的时间是深夜 太疯狂了 对他们呢就拉着行李箱 然后呢就就开始到机场去追星了 那散了以后其实都已经很晚了 对我就问他说 那你现在拉着行李箱 你要去哪里住宿 我没有订啊 女生哦 那没有订然后呢 对接下来呢 他说我就去便利商店窝一碗就可以了 果然是年轻人 对你就是知道了 其实他们在台湾也非常的就是疯狂 好那那个时候呢 因为受益于当时候的娱乐刚刚崛起 特别是大陆的娱乐哦 早期的时候其实大陆呢 看的都是港台的娱乐圈 现在的话其实你到了大陆 很多地方都还是播着台湾艺人的歌曲哦 那现在的话呢 他们为了就像你刚刚说的 他们为了不要让这一块财富呢 送到了寒流去 对所以的话呢 他们就决定说 那干脆就自己培养 结果没想到呢 他们这十年当中呢 几乎零负贫 对 然后再加上他们自己本身呢 也很有实力 而且很努力 所以呢 才造就了他们成为了一个巨星流量 是 谢谢向如姐哦 的确偶像没有走歪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毕竟很多家长要让小孩追星 就是要看这个偶像的形象如何哦 那我们谢谢向如姐 非常精辟的帮我们来分析哦 那么其实这一次这个演唱会 会吸引这么多人 当然主要还是因为 很多粉丝觉得这十年之约 很可能接下来就没有了 会觉得啊 有点心碎哦 所以这一次才会这么疯狂 TVBS的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个为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